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中共党魁习近平,每每到各地考察,到处都是编译警察,封路,欢迎队伍,也被指是临时演员扮演 日前,习前往山东日照市视察时,偶遇多名在海边骑车的民众 一说偶遇,我想很多人都会不厚道的笑了 据悉,这几名骑手的身份还不一般呢 下面呢,我们就来哇哇哇 中共三中全会前夕,习近平到山东考察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5月22日下午,习到日照市考察调研 他先后来到日照港和阳光海岸绿道 据中共官媒播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在日照阳光海岸绿道 习偶遇了多名在海边的业余骑行者 一对拍婚纱照的情侣及一些民众 随后呢,他突然拿着话筒跟现场的人讲话 播出画面显示啊,习带众官员一路走过来时 多名似乎在等待的业余骑行者 先跟他打招呼,然后习也向他们打招呼 说话,其实呢,看着真是挺可笑啊 一个政权啊,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影视公司 中国大陆呢,就是他们的影视基地 党魁呢,就是影帝,维稳主力军们就是最佳配角 谁也不傻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拍戏 所以这个视频一出啊,社交网络就开始疯传 这都是安排好的奥运 而且还非常贴心的包出了这些棋手的身份 5月28日,X平台呢,有网友爆料说呀 骑自行车的,年龄大的男士 是海军某部正军职少将副主任 年轻男人陆军某部少校正营职参谋 辫子女,山东省委宣传部三级调研员 短发女,山东省军区政治处中校副团职干事 一对新人身份就哈哈哈哈 说实话,那对新人看着有点像亲人,像姐弟俩 贴文中呢,配的一张图片的对话显示啊 习近平所到之处周围十公里内戒备森严 对此不少网友毫不客气的说 上片下片,急急片都群演 都是资深健康安全的老演员 演得真好,全是挑选过的演员 我说中国电影不行呢,好演员都在这呢 这个演得太假了,沿路早就封锁了 沿途海滩全部仔细搜查过 海里有蛙人警备 他们以为别人与他们一样是蠢 看不出来呢 他到哪都是清场封路的 视频说有骑行指,有拍婚纱照的 哪怕一只没有经过审查的鸟都飞不进去 甚至还有的说 哈哈,又被我猜中了 几天前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 我就说这些人肯定是军人 从表情和站立姿势就能看出来 我都佩服我自己 中共呢就这样糊弄了我们几代人 我也是罪了 有分析人士说呀 这些安排的人都以军方为主 可见习近平有多不放心 每一次都是这样 习近平出访的时候 全都是群众演员 这种假亲民恐怕比不亲民更糟 更令人恶心 这也说明中共党魁不得民心 现在中国的政治成了演戏的政治 而最重要的是 全中国人都知道 但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这个演戏政治可不是习法民创造的 早在毛贼当政时 他衣服上的补丁 都是做专辑到上海的指定的裁缝店缝上去的 可悲的是呢 中共政权自篡政之初就是个假政权 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是真的 一个靠造假摆拍演戏为生的黑社会政权 除了灾难 他能给这个国家和百姓带来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习总加速时 名不虚传 这位最喜欢乱拳打死老师傅 应该给他分个全宇宙自由国际第一名 一顿铁拳下来 大陆人民被他揍的那是民怨思起 比如呢 在中共二会期间 也就是在三月十日 有人开车冲撞中南海 据三月十日在X平台上曝光的视频显示 一辆黑色轿车冲向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前 一众安保人员迅速将其围堵制服 并一路小跑将其抬离现场 赵兰健发帖表示 2024年3月10日凌晨 两会代表沉睡的北京城 街头站满了武警和特警 全北京戒备森严 即使这样 一位孤独勇士驾车一脚油门驶向新华门 无奈新华门门槛太高 冲出数十个太监保安 群庸四起 把孤独的勇士抓走了 从视频画面可以听到 当时有人大喊 杀人犯共产党 不清楚是驾车冲撞新华门的驾驶 还是其他在场人士所喊 3月10日 一位北京媒体人向大纪元透露 事发地点就在中南海靠近西华门 进门之后是为人民服务的屏风 中共党魁的办公地点距离这里有一公里 但他表示不能确认事件发生的时间 这位媒体人还表示 有三遍可以确定 一是涉案车不是外地车辆 一定是本地的金牌车辆 第二车主绝对不是普通人 他的车属于中高档车 应该是耐撞的那种 第三公安去查的话 很容易查出来车主是谁 这位媒体人还根据视频画面分析说 在视频的十秒处 明显有一个警察拿着防爆叉 司机被带走的时候还有挣扎 警察把他电晕后将其拖走 其他人去检查车里 有没有其他人 说明涉案人只有一个 2024年二会期间 北京戒备森严 但在中共的权力所在中心区 中南海仍然发生上述事件 引发了热议 有分析人士说 他明明知道后果是什么 却依然无惧无畏 要说无惧无畏呢 有点大了 这是因为被逼到 没有活路可走了 据自由时报引述消息称 涉案人员含冤上访无门 才冲撞新华门泄愤 自由时报报道称 事件震惊习近平 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很多网友称其为 雇佣者 真的勇士 其实呢 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但可以肯定的是 新华门这一突发事件 被曝光自有天意 大概率呢 是在加速中共洪传沉没的速度 他的这一举动呢 就像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 在北京四通桥悬挂横幅 抗议中共当局野蛮风控的彭丽发 在引起人们敬佩的同时 也在鼓舞更多的民众反抗 即黑色轿车 撞中南海不到三个月之后 也就是中国六四事件 三十五周年前夕 每到这时呢 中共就更加紧张兮兮 长安街上随处都可以看到 五步一岗的警察 特别是在中共新藏地带 北京城天安门广场 那更是戒备森严 而且交通管制相当严格 就这样 还居然发生了出租车司机 开车撞死警察的事件 据X平台上扑光的视频显示 5月28日在地独北京 长安街天安门前 一辆出租车冲出护栏 车辆受损严重 有一名疑似警察被撞倒在地 几名警察正在对出租车进行破窗 视频拍摄者恰好开车经过 目击车辆卡在天安门广场外围的围栏 数名警察奔向卡住的车辆 影片中录下拍摄者车内对话 很快很快 加油直接就冲过去了 你看警察不就死了 警察不动了 另据知情网友爆料说 在天安门广场 有出租汽车冲撞中共的国旗杆 有中共警察被撞倒了 生死未知 长安街的交通都被阻断了 国旗杆下面停着多辆警车 围了不少警察 还有几个人在向国旗杆的位置走去 整条宽阔的长安街上 看不到其他的车子和行人 不少开车路过这里的司机 被警察命令直接调转车头往回走 由于该地点和时机在中国都极度敏感 不少中国网友纷纷议论说 不管有没有政治意图 都要被中共铁拳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社会已经到了开始间分晓的节点了 让革命的熊熊烈火烧起来吧 习包子无道 天下共诛职 共产党施其路 天下共诛职 等共产党在台湾海峡打响第一枪 与其像现在这样 跳楼跳桥自杀 不如一起进攻中南海 擒贼先擒王 按照这个爆雷速度 上次是三轮 这次是出租车 下次就是一排车和一群人了吧 大县中运动开始了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别撞他呀 把习大的撞到 他就是英雄了 比跳桥有骨气 炒房炒地独裁党 岌岌可危 同一天下午四点多 中南海新华门门口 还有一个开车自焚的 怪不得昨天28日 北京的长安街突然全新封锁 所有车辆被突然蓝停下来 大家都莫名其妙 原来如此啊 还有好几个网友都说 干得漂亮 这哥们是硬喊 是真正的猛师 其实呢 都是走投无路的 中共暴政下的可怜百姓而已 一提到勇士 可能有不少人会联想到推背图第46项这则语言 推背图第46项中 宋是这样写的 有一军人身带功 指言我是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功 我们先看头两句 有一军人身带功 清楚的表明是军人 还带着功 看来呢 是武将而非文旨 至于第二句呢 只言我是白头翁 这里的白头翁呢 就有解读说呀 是指习 白头翁就是啊 白字上头放一个翁字 按照这个排放位置呢 将这两个字拆分重组 可以变为习公二字 就是习近平 但是呢 如果将有一军人身带功 只言我是白头翁 这两句连在一起看 一起解释 看起来好像说的是 身带功的军人 是一位白头老翁 很可能是指军中老字号的人物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描述的是一场刺客冲入宫殿 刺杀皇帝的喜马 表示有人要发动兵变 看这句话 东边门里扶金剑 貌似着中南海已经暗藏杀机了 下一句勇士后门入地宫 这勇士是怎么进来的呢 从这两句话中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危机四伏 四面楚歌的感觉呢 勇士后门入地宫 中南海的后门原为浮华门 已经不存在了 中南海原来有南院北院之争的说法 即南院的中共中央和北院的国务院之间 可能不同调 但自从二十大习近平大权在握以后 类似的不同调应该消失了 中南海北院的国务院 是指中共国务院办公厅 服务于中共总理副总理 工作人员出入的门 算中南海的北门 也就是后门 看起来勇士要从后门入地宫呢 就应该是从国务院办公厅的门 进入中南海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用的是勇士 而非侠师或义士 隐喻兵勇 即使军人 这与前边那句 有一军人身带功相呼应了 目前呢 中国已陷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民间此起彼伏的喊出了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等口号 无论官场还是民间 很多人都在等着推背图 欲言应验 看习的倒台 极其悲惨结局 但我们呢 还是那句话 反习不反共 到头一场空 所以希望更多的善良朋友 尽早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 不与邪恶为伍 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当红朝退去时 留在岸上的 将是那些坚定的脱离红色浪潮的人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